2007年10月4日 在我国台湾省台北市举行了一场世纪葬礼 当天近9000位身着黑衣的各国黑帮代表纷纷前来悼念 近千名警力出动维持秩序 另外还有十多台卫星新闻车用来转播 可谓是盛况空前 那么究竟是何人能拥有这样的牌面 能让众多黑白两道的人士前来祭拜呢 他就是今天我要说的台湾竹联邦的灵魂人物陈奇李 身为台湾省最大黑帮竹联邦的帮主 陈奇李当年在整个东南亚声名显赫横行无阻 鼎盛时期他把竹联邦竟然带上了国际舞台 成为了天下第一帮派 那么听上去这么厉害 陈奇李一生到底有多么传奇 今天我们就回溯到那段江湖岁月 重新见证一代萧雄陈奇李的风云往事 1941年陈奇李出生于四川广安市 在他8岁的时候便随家人移居到了我国台湾省 在当时本是令人疼爱的孩子的陈奇李 到了台湾进了小学 却开始出现争强好斗的行为 原来陈奇李在台北市东盟国小的班上 60个学生中只有3个是外省小孩 在台湾各地还充满着省级情节的年代 不会讲闽南语的陈奇李 自然成为了本省小学生欺负的目标 也就是从小学时代开始 下课零声对陈奇李来说 就是拳击擂台上的零声 每天都是不间断的决斗 从一个班级打到另一个班级 再打到跨年级 甚至在小四的时候 初中生来找查 他照打不误 这样的学习环境下 陈奇李也开始和其他外省的孩子结党结派 而对手无情义的渴望 这也催化了陈奇李 很早就选择了江湖道路 1953年年仅12岁的陈奇李 加入了台北县中部一带的中和邦 开始过着帮派生活 可是在1956年 中和邦帮主孙德培却因为杀人入狱 在此情形下 其余学生帮众在大佬赵宁的召集下 在台北永和竹林路举行重整大会 将中和邦改为竹林联盟 简称竹林帮 为了尊重孙德培 决定不设立帮主一职 初期编制以狼 鸟 鸡 鸭 鹅等动物名称区分堂口 当时15岁的陈奇李属于鸭的成员 这才有了日后汉鸭子的称号 而到了60年代 台湾的江湖变得非常热闹 除了竹林帮 还有永和帮 牛普帮 以及势力非常强大的四海帮等 当时竹林帮的人数相对弱势 但他们都很年轻热血 从不未战退缩 年轻的陈奇李 正是在这样激烈的帮派火拼中 开始崭露头角的 不过真正让陈奇李在帮派一战成名的 是在1968年 他在台北中山北路 一处香港人开的西餐厅的哪一战 当时陈奇李在这间餐厅挂名经理 替餐厅为事 碰到了牛普帮少年到店找麻烦 陈奇李和兄弟们一亿二十个人 对抗百人的悬殊比例 击退了当地的角头牛普帮 此一过后 陈奇李三个字在江湖上彻底打响了名号 也让仅仅27岁的他 当年4月竹联帮帮众在阳明山聚会 决定重新编组模仿清朝八旗旧制 采用虎、豹、龙、狮、狼、熊、凤、鸟等动物名成立堂口 并且成立了堂主、副堂主、护法等职 在全场无意义的情况下 将陈奇李一举推上了总堂主的宝座 担任帮主的陈奇李也不负所望 他带领着弟兄们与各大黑帮火拼不断扩大地盘 还采用了为事的方法为店家排挤纠纷收取费用 可是坐上总堂主之位的陈奇李 虽然一时威风鼎盛 但数大招风 他很快因卷入了一场命案而坐了大牢 1970年当时绰号赌博郎中的竹联帮成员陈仁 盗领了帮派60万款项 还寻求警方保护转当污点证人 此事一出竹联帮高层大为不满 决定严惩陈仁这位叛邦的行为 而杀手就是从小跟着陈奇李打天下的诱护法张如红 结果陈仁命丧西门丁街头 导致陈奇李也跟着被捕入狱 1971年12月 30岁的陈奇李涉及教唆杀人罪被关进了绿岛监狱 经历四年牢狱生活之后 陈奇李开始重整帮派 并开始向政治靠拢 在台湾当局的暗中扶持下 竹联帮势力进一步扩大 尤其是在成功挤压当时势力最大的四海帮地盘之后 竹联帮声势猛涨 一跃成为台湾第一大黑帮组织 到了80年代 此时的株联帮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横跨赌场 地产和工程等诸多产业的黑帮集团 同时在海外也开了许多分支 其成员鼎盛时期高达20多万 还扩展到了东南亚以及某国等地 可就在陈奇李的黑道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却在1984年 在某国参加了一起震惊中外的江南案 案发后某国警方对他进行了通缉 最后陈奇李被台湾警方拘捕 并以谋害某国公民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好在1988年某位高层领导去世百日大赦 陈奇李在1991年获得假式出狱 出狱后的陈奇李可谓是风光至极 许多商议人抱着钞票 争着和他合作 可是六年的牢狱生活 却使得陈奇李和社会现实脱节 也降低了他早年敏锐的判断力 他疏忽了商议人找他合作 是想利用他的高知名度当招牌 在竞争工程时减少对手 更何况还有竹联帮的人进行威标 搞得工程界大乱 使得台湾政府被迫再度激起扫黑行动 首要目标打的就是陈奇李这位老大 1996年陈奇李再遭台湾警方通缉 听到风声后他逃到了境外避难 在1997年陈奇李持加拿大护照进入柬埔寨 开始了11年的流亡生涯 柬埔寨也成了他人生最后的归宿之地 然而在2004年陈奇李却诊断出患有一线癌 病情也开始不断恶化 不敢回台就医的他只能待在香港治疗 直到2007年 逐联邦精神领袖陈奇李 终于走完了64年的江湖人生 数日后当他的遗体被运回台湾时 各路帮派重要成员都前来击败 在出殡当天除了台湾各帮派人士 以及岛外帮派 日本商口族也有派人前来 在现场也看到了台湾歌手周杰伦 和娱乐大亨向华强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歌手陈楚河 原来是陈奇李的儿子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对于陈奇李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评论区一起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